西子兼容湖风景很美 环湖步道上也每天都有好多人去散步运动 只是原本可以轻松坐下来 欣赏湖水美景的椅子之前 却被杂草堆给淹没 现在虽然是草除了 却只除了一半 坐在椅子上眼前看得到的不是湖 而是一大片的杂草 而在接获成情之后 意愿白佩儒服务处在23号下午也前往现场会刊 并且反映相关单位 务必要全面除草改善杂草重生的情形 走在步道上欣赏金龙湖 本来是一件轻松悠闲的事 不过现在似乎变得样 一眼望去旁边杂草重生 甚至长得几乎跟路灯一样高 意愿白佩儒服务处就接获不少民众陈勤 只是现在草除了却只坐半套 民众累了是可以走到椅子边 但是椅子上不但都是草 而且只除了人可以走过去 坐下来脚踏的道的范围 依据民众陈勤 然后服务处有请相关单位 来把遮住椅子的地方的草 说请相关的来除草 可是现在目前除了草 旁边周围清了 可是视线画面的话 就是草还很多 在接获陈勤之后 23号下午一元白佩儒服务处 就前往现场了解 发现应该是专门设计 可以坐着欣赏美丽金龙湖的座椅 现在坐下来面对的却是一大面的杂草墙 草长得好高 甚至快要比步道旁的路灯还要高 而且沿线几乎都是类似的状况 除了中间的座椅有缝隙之外 其他的都被杂草淹没 难怪椅子都没人想坐 如果你散步在了 你会选择要坐在哪里 我会坐哪一个 会坐哪一个 那一个 为什么 没有我觉得它那个光线比较好 那坐在这边的话 只能看到 比较暗 是不是都被那个杂草挡住 对对 所以要整理 跟服务处反映说 草有除了 可是 只是清楚椅子周边的草而已 然后椅子的那个视线 都被这些杂草 都长那么高了 根本看不到整个金融湖的湖景 所以一眼服务处会再请相关单位 再来把这些草全面的清除 有关于金融服务处杂这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过了 那我们会持续来 做后续的这个动作 那也会加强警场商 再加强 同样都是坐着休息 民众当然想做到光线比较好 可以看到湖景的椅子 所以议员白佩儒服务处 也反映相关单位 尽快全面性的除草 就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